17号晚间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高雄的巡回演出 让许多首次亲临神韵演出的企业界人士 有了深刻的心灵震撼与感动 企业总经理邱慧如与全家人 选择在周末的夜晚一同观赏神韵晚会 在这场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孩子们都觉得很震撼 所以也很感人 就很谢谢就是来 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了这场表演 从中得到很多的感动 让我们从中得到中国海洋的文化 然后也让我们的见识更辽阔 我觉得这应该要发扬下去 首次观想神韵晚会 便领受了神韵的深刻震撼 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色彩非常的鲜利 然后舞者可以把那个色彩 那个感觉都把它给舞出来那种感觉 那整个声音乐方面其实蛮震撼的 OK 那好像会骚动心里某些人的一个东西 最喜欢就是快乐的小和尚 就感觉他把他们的 他用很多动作跟表情 把他们的快乐带给大家 就让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结合了艺术 结合了美术 也是第一次观看神韵的企业副理洪千亿 感受到神韵艺艺术家的不同之处 有一个号召力还是什么 让他们整个团体的向心力是感觉是很强的 对 其实还蛮振奋人心的 飞雪云村其实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说演员自己抛出去还能瞬间接到 对啊 然后甚至传给对方都还能蛮顺利接到 对啊 神韵绝美 在南台湾高雄周末的夜晚 让许多首次清零神韵的企业界人士 有了满满的感动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静荣许美会 台湾高雄报导